人事游西坤和段银康表示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国家跟台湾方面断交 是因为台湾当局的正式名字容易与中国大陆混淆 假如以所谓台湾国的名义走出去 就会赢得更多的邦交 对此你有怎么看 毫无疑问 这是赤裸裸的台独言行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值得警惕 它不仅代表着在巴拉玛与台湾断交之后 利用势力意图为蔡英文开拓责任 而且有可能意味着 极端台独势力正在蠢蠢欲动 以所谓的台湾台独建国来反制大陆 不过我想指出的是 台湾的那些所谓邦交国之所以会纷纷转逃大陆 恰恰就是因为蔡英文当局拒绝成了九二共事 想以台湾的名义来走出去 而蔡英文当局越想追求台湾独立 就越是会导致台湾被孤立 我想这就是蔡英文在访问巴拉玛的时候 留言签名故意用台湾来落款 结果就遭到了巴拉玛方面打脸 称台湾为中国台湾的原因 同时也是导致当前台八断交的原因 假如台独势力真的盗果为因 反而想以台独来冲破当前面临的国际孤立的局面 那只能说明他们彻底失去了理智与判断能力 给大陆提供了启用反分裂国家法的理由 那么它的结果我想也应该是合想而知的